这个大屠杀 我们有过纳粹的犹太人的屠杀 我们有过斯大林的大清洗 那也有过广西的这个大屠杀人气人 那应当说这个斯大林的 那个希特勒搞的是种族标准 斯大林搞的是基本上是阶级标准 那你中国广西农村的是有中国特色的 它并不是说你是阶级敌人 我要把你吃掉 你看第一个 他吃掉的杀死的好多是黑五类子女 就是地主的儿子啊什么 那并不能说这些人不是阶级敌人 这些人按中共反对去统认 他不能划入阶级敌人阵营 第二个 他们吃掉的杀死的很多是对类派 也是响当当的干部 响当当的红五类 他们照样也吃掉 第三个他们吃人有非常大的随意性 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五宣县发生的一件事情 一个民兵的副营长他和两个武装民兵发现有一个胖胖的外线的农民 这个人是贵县的 是他们隔壁县的 路过他们那个乡 他那个乡叫通晚乡 他立刻就叫两个民兵说 把他抓起来 他们就把他抓起来 把他给杀死了 把他的人和干 心和干拿出来 晚上炒了 二十个人把他吃掉了 什么原因 很简单 说这个人长得特别胖 他的心和干一定很有营养 你看 他们事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人的政治身份 他们并不了解这个人的政治倾向 也就是他的派别 而仅仅就是他的这个标准 我这个档案里面还记载了一个叫命门十子 就是杀父十子的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呢 是说这个父亲呢 他是有一点政治问题 那么他在被批斗中间呢 他就自杀了 他打他嘛 他自杀了 那么父亲已经被杀死了 结果剩下呢 一个十四岁 一个十一岁的儿子 那这些民兵啊 就非但把这两个年轻的孩子给杀死 还把他给吃了 把这两个年轻的 结果这家就灭蒙了 那么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你要吃人 那这个阶级敌人是他父亲吗 他父亲死了 你把他吃掉就是了吗 那你现在要把年轻的人吃掉 为什么呢 他们有一个理论的这些凶手 就是说年轻人没有结过婚的 他们的心和肝是最补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中国特色的杀人 中国特色的农村的 那些人都是中共多年农民革命的 这些骨干 在我看来就是这些人 都是社会渣子 在农村就是痞子嘛 就毛泽东就讲 痞子运动好得很嘛 这些人都是农村的流氓啊 就说他们没有什么意识形态 他并不是说一定你是阶级敌人 他对你仇恨 而是出于他们变态阴暗的心理 对你 这些人都没有变态阴暗的心理